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 月祖第六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格芳 愚家思想比道家思想 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 处事认识 月芳 道家思想比愚家思想 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 处事认识 对赛双方为 格芳 过度书与 月芳 金巴伦掌路会要到中堂 现在我会介绍双方便远 格芳 主辩 张条恩 第一副辩 黄心愚 第二副辩 罗恩 双方 ons 鳍心愚 结辩 双方 decimal 子终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的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麥青藍學者 正式提反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周敏林老師 本場比賽分為主辯台上發問一副二副台下發問及結辯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 反方主辯完成發言後雙方各有一次台上發問機會 台上發問完成後正方一副接續發言 待反方以副完成發言後會進行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台下發問完成後會進入結辯環節 除了台上發問及台下發問環節外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有一丁提示 丁,夠鐘則有兩丁提示 丁丁,超時會連丁幾下,丁丁丁丁丁丁 為了避免疊聲影響收音效果 或是丁的同時都會舉起手勢 除rig,測試試試看了幾下 所以請各位辯論員都留意屏幕 可以看看我的手勢 詳細賽規已經發佈了 operation 提出各了參賽學院 請問雙方有問題 我們是補導書院的輩元 想詢問一個改變影片 因为刚才好像是否调转了来说? 甲方是导家思想比导家思想更适合, 粤方是导家思想比导家更适合。 没问题了,谢谢。 好,现在先由甲方的主片发言。 请问是否听得到? 听得清楚,准备好,请问可以。 可以。 订阅评判有欢乐在座,各位大家好。 患者会一向受到导导思想的影响, 香港也不例外这个变台中所致的导家和导家, 最早可以追索至春秋发家争鸣的时代, 时至今日,到底是全力以赴的瑜伽, 还是顺其自然的导家才适合当下的青少年呢? 所谓瑜伽就是最求好合修德, 人以礼智成为人人光子就是最终极的目标, 几千年演变以来已经变成强调人, 人人都要读好书,要共献社会。 至于导家,就是庄子和老子在那个时代 看到瑜伽大力提倡的这些受信仰德, 最后反而沦为了人的束缺, 因此道家提倡人,要回归自然, 要顺应天性,要养生保天年, 在世俗的规范下达到逍遥, 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精神自由, 明达人的限制和示人, 容许人展现多元性。 我方今天参考世卫的定义, 清少年是介绍于10至19岁, 而我方认为今天是这么适合, 是指何者能够为清少年带来更大的益处。 含量过后,我方认为今天道家更适合, 原因有二, 第一,就当夏宜然为清少年输減成长压力。 清少年的压力源自于学业、社交、家庭等, 但论学业根据上年清洁公布的调查结果指出, 在3600名中学生里面, 最担忧的事情就是成绩未如理想。 其实是很平常的, 学生回学时间长, 放学后还要去补习, 读书读到想死的时候, 如今的中容就会跟你说, 有误学,学之分容忽躁也, 不学习为止,不要放弃。 尤其是高中生, 父母会因为想他们考到工开始, 而为他们补回10个8个补习班, 对这些他们不擅长的科目, 但其实这样做, 都只不过是徒增他们的学业压力。 相反道家会说, 以有艾趣无艾可矣, 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艾的知识, 最后折磨的都只是自己, 是必然会失败的。 所以在应对不是自己天分的科目上, 其实退休是一种选择, 甚至乎任入大学都是一种选择, 为什么一定要走好如一条, 只能读好书的路呢? 你发到自由的成长空间, 清世联他们, 让他们可以正视和接纳自己真正的兴趣感, 才可以真正为他们减轻成长的压力。 第二, 在未来仍然装备清世联应对社会变化, 现今社会, 清世联面对的是资讯发达的世界, 社会急速发展, 元宇宙认性, 文化互相滲透。 在现今的环境下, 清世联要继续生存, 不应该再以瑜伽那套讲究三方五常, 循规道具的态度去应识。 其实显然, 瑜伽已经不再适合应对现今社会的发展, 清反道家会用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来打破瑜伽的定见思维, 所谓有用无用都只不过是世俗赋予事物的固有规范, 和个人对她的事物的细化。 在独家的思想下, 清世联不需要再给一些限制去关注自己的创意, 正如谷歌的前副总裁提到, 现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已经和以往不同, 以前我们都学, 现在我们要专注创新, 实践, 我们还是否要走以前的那条路呢? 培养独立, 创意思维, 是否可以这么好, 去装备清世联应对这个变幻莫测的未来? 最后,想问有方, 在这个顺色万面的社会下, 是否坚持要裁销所有东西, 而不是提供更多的空间给清世联发挥, 让他们达到信心灵不足呢? 谢谢各位! 现在请月方主辩发宴。 可以! 正! 再者各位, 大家好! 讨论变题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探讨的哲学思想。 如, 至观其形而知其意, 如的意义在于左, 人又衰, 是探讨为人处事之衰, 亦对应变题中青少年处事应世之道。 如家主将责任中校数以及伦理思想, 以人为核心价值, 建立社会为当时动荡不安的时局重整社会秩序, 建立社会规范。 因此, 如家思想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一套共识的社会长质, 指出个人以及身处不同社会关系时所应有的角色。 起初, 大学中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只是运用在君主身上, 望其能有效统治大国。 如果君主具备人心, 以符合如家道德标准的政策治国, 百姓自然会跟从, 整个社会都会维持良好的风气, 其后将此思想传认至百姓。 而道家讲求道法自然, 清静无云。 信认本性, 将只认为天地人之间存有一种自然原则, 人与社会会自然运行, 我们不应该脱离这种自然循环。 我可不否认, 无论道家并如家都各有可取之处, 值得青少年学习。 特别在新时代文化冲击、思想冲击之下, 新构思维的既有冲突亦有相同, 因此我们双方并不需要论证, 遇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适合, 而是从两者核心价值和独特性之间作出比较。 岳方认为瑜伽仅适合原因有二, 第一,从处事上, 瑜伽比道家思想更为具体, 更有利于青少年理解。 理念再好, 无法理解都难以学习逢实践。 战国中晚期, 庄子后学直接以矮斥责瑜伽的礼, 老子更在天道一书中批评瑜伽会提出行为建议是虚偽。 道德经更提出, 道可道,非常道。 如果道法可以用文字或语言表达, 就不是道。 什么是道都说不出青少年由怎样理解呢? 相反, 瑜伽更适合是传纳于有清晰的指引。 瑜伽经的著作, 论语中解释孝时, 所指出孝的行为与内心病重, 缺一不可。 更提出父母在世和离世时的参考礼节, 清晰具体, 亦会用不同生活例子做类比。 青少年日常生活中, 在不同身份不同场合都有需要坚守的礼, 不以规则不成方圆,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孝有孝分。 但青少年在处事上, 遵守不同的规矩并非为守而守, 受规矩在瑜伽理念中是一种礼, 而这个礼不单是一种行为更限心事。 论语洋博中提出, 如安则为之, 受规矩是一种安乐的行为, 礼是由心出发, 并不是违反本性限制人行为的一种束缚。 可见瑜伽更适合成为青少年的处事态度。 第二, 从形势上, 瑜伽比道家更在当今社会之下更为贴地。 道家不起强咎, 讲求圣洁的心灵在他们眼中一切的竞争都是过, 一切要使用外物, 例如机器都等同于灾难。 他们提出我们不应该主动去竞争, 隐世时希望领悟出如何消除社会的灾难。 相反, 如家思想中接受人有七情六欲, 因此提出中庸之道, 当中说的是, 人在世一定会有不同的情绪是人之常情, 只要坚守人心, 不要被情绪控制就可以。 青少年大入社会会面对不同的压力和竞争, 按照中庸的理念, 只要不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报酬都可以接受, 社会更能建立良性竞争, 即使有人立心不良, 如可中都说, 君子求诸记, 做好自己就可以。 可见, 如家思想更适合青少年与社会活动, 以及应对不同事情所建立的心态。 最后想问右方, 如果内容虚目, 如何可以在处事形势中去应用呢? 多谢各位。 接着来到台上发问的环节, 先由甲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向月方主辩提问, 发问时间一分钟, 主辩准备一分钟, 回答一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有一丁的提示, 之后由月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向甲方的主辩提问。 发言时间同上, 双方各有一次向对方提问和回答一次的机会, 之后回到甲方一幅环节,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仍观请注意, 田写台上发问分数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田写次序, 特别是月方的分子, 第一格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 好, 现在先请甲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元作台上发问。 试咪,试咪,试咪, 请问听不清楚? 听到,准备到请各位可以。 可以。 订阅各位, 大家好, 今天由方第一个论点就说, 渔家近是因为它的规条很具体。 今天我很同意, 现在是很具体的, 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停一停想, 这规条是否太具体呢? 有方同学今天说到, 渔家很有道德规范, 没有帮到现今清算。 讲到清算年只要学完现在的学学就可以了, 但如果我现在想问有方, 只为妇人在现今的社会里, 就叫我们应该包庇自己的父母, 应该尊敬他们。 譬如清算年的父母今天犯法, 可能轻质是抽屉。 如果重质甚至去到贪污神的时候, 我们应该跟随指挥犯人, 要求我们当今的清算年为他们包庇隐瞒, 请有方正面回答。 谢谢各位。 月方主便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演唱 钉钉 是柔主片的例子 训练 重演 训练 钉钉 准备时间结束 请月方主片答应 可以 钉 各位大家好 很想多謝有方問題 但其實有方今天是誤解了瑜伽思想 達給我們的訊息 我們不是說任何時候都要 無條件地去跟從父母的指引 而是說我們要由心出發去尊重父母 其實我方都明白 現今社會有很多行為和思想都會和以前不同 但其實我方開面都說過 其實我們是不需要論證這個瑜伽 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適合 而是我們要在大部分情況之下 是不是會被道家有過之言無不及 我們要探討人為何要做這個行為 人在做這個行為時又要有怎樣的心態 而瑜伽就正正是告訴我們行事要有禮 內心要具備人得 相反,道家就沒有解釋到 更多時候,道家只有停留在一個形勢的層面 告訴我們要怎樣去保持一個身 但是他沒有清晰地告訴我們要怎樣處事 其實最後我們可以看到瑜伽是更適合成為青少年的處事態度 多謝各位 現在請瑜伽自由派出位便員作臺上發問 請問聽聽聽清楚嗎? 請問清楚,準備好請問可以嗎? 各位大家好,因為有方認為 道家比較適合青少年的應勢處事 有方需要成立前設必須認同 青少年能夠明白其背後的思想價值 以下行為上如何實踐 但道家為人救病之處就嘴派過故弄懸虛 以如何達到道發自然的境界都十分之虛無 就此既然一切都不能具體解釋 青少年要如何按照道可道非常道成為 日常生活的根蟲指引呢? 謝謝各位 答案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請看 丁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 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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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有方的主編都已經說再好的規條 其實不夠具體都跟不上 有方說我們不夠具體 但是其實道家不需要具體 因為我們是需要青少年去順應他們自己的天性 像如今這麼多規範這麼多規條去束縛他們 怎樣令他們可以順應天性 最後只不過是扭曲了他們的本性 令他們沒辦法順應他們自己本身的性格特點 在這個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特色 有方剛剛又說其實都不需要 論證他所有時間都適合的 大部分就可以了 想問有方到底是不是大部分時間 都應該為父母去隱瞞他們犯了錯的事實呢 多謝各位 我想問環節結束 現在輪到甲方第一副面 新明星 相信是者 有方形的對象 也不需要自我 隨意 有方形的對象 又不會又需要自我 有方形的 Copy 在相關 也有方形的對象 就是我的某一 broader 當中的事情 覺得偏偷沒有予 第二是用哪种思想更加能够培养年轻人面对将来多变的社会 但是今天有方和我对于多变社会需要的人材特质是只字不提的 有方和我面对未来需要创业独立思维 究竟是如今那种寻规导居的思维适合一些 还是道家适性自然适合一些 请有方和你今天正面回应 之后有方和我会提到道家说话是很难跟从的 但是如果说一句很难跟从是否当然不放弃做呢 但是其实和相比起 如今对于清磁人在个人学习家庭甚至社会各方面 给很多规条去做人人君子 道家只是希望清磁人信从自己的天性 那到底有多难做到呢 好了再来 今天有方之所以觉得我们道家不适合 都只是因为有方对道家传有很大的误解 首先第一有方和我就觉得道家是逃离社会问题的秘势 有方之所以这么想都是因为道家的无谓 有错过的言人无谓就是不作为 但是其实无谓并不是有方所想到他这么肤浅 无谓是指不可爱战规律的做法 所以举个例子 一个小朋友他有个天分 他父母帮他买画笔买画宝陪他看画展 这些是叫无谓 但是如果家长呢 相反了 如果家长是想逼他成为 培养他成为一个画家 不管他有没有天分也好 逼他去参加美术孤导班 逼他去考级 这些就是有违 所以其实今天道家并不是逃离一切 什么都不做 而是顺其自然在合适的地方去努力 所以为什么今天道家是更加适合呢 就是因为我们不会像瑜伽那样 用同一个方式抱在所有年轻人上 觉得读书才是好 而是给他们顺应天性 是适合自己那方面的进步 而且我们社会需要的都不是一式一样的读书人 所以显然道家是比现在更为适合的 就是道家呢 又有方堂都说道家是古典的不争 那在这个社会这么大是怎么生存呢 但是有方堂所说的竞争呢 到底是否要在哪方面竞争呢 是否在所有社会期望的读好书 考好大学将来有高薪候赤就赢呢 如果我们做到道家不避世俗 价值宽泄境界 超脱于社会强加在清水年身上的竞争 那又何来有输赢呢 好了 然后有方呢 第二个误会就是觉得我们不讲出来 那怎样可以让他们跟着规矩去做 那其实有方错了 今天呢 道家也有说过我们的道家 就是说过他有三宝就是慈见仰 所以其实也是有价值 但我们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善的推幻有不同的取态 那现在就跟你说要做什么 就可以做圣人君子 但是道家是不追求虚明的 为什么不追求虚明呢 会不会有想过呢 是有机会令人为了虚明才做善事呢 一旦有追求有虚明 再扭曲本性 所以呢 其实说今天去到最后了 今天双方都认同 其实现今清水年有很大的学业压力 但有方依然是推送如家思想 定定 令学生苦放雪上加商 无事了多了清成抑郁甚至自杀 那为什么今天你方还认为 如家思想更适合研究清水年呢 多谢各位 接着是月方第一副件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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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 我准备好算多可以 可以 可以 叮 大家好 我方主编刚刚问有方 如果内容虚无 到底如何应用呢 有方在台上发问 就跟他说 其实道家是没有一个清晰的规条 都可以 我想问有方同学 到底什么是道呢 在现在文明的社会 我们是否要宣扬一个没有规矩的哲学思想呢 是否人想怎样都可以呢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原来道家的核心思想是无为 道法自然 甚至在我方主编提出的道德经里面 第一句就是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就表明了道家的道是不可以道出来 如果说出来就不是道 对于这个入世未深的清晰林来说 又怎样帮助他们应世处事呢 其实今天双方都认同 儒家和道家的共同点是两者的目的都是有人向先 两者都是可取之处 所以我们要知道 清晰林在处事应世上需要什么的心态 而儒道两家又如何满足这个需要 举个例子 清晰林会有反本的心态 而在儒家上孔子指出人是有七情六欲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情绪 所以儒家提出的中庸 是指不要被情绪影响我们的生活 更加不要被情绪影响我们违反道意 这种中庸之道更可以活用在日常生活思想 学习、求职、比赛 这些都是清晰林要面对的竞争 而在儒家的角度 可以有竞争、可以有真性心 只是不能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去获得 呼与过去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评于战事人之所护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正正说明着可追负可脱分 只要通通都合乎礼节就可以 那到底怎样是追求呢? 如今提出锻炼自己心性 充实自己知识 成为有智慧的人 所谓言者在位、能者在職 当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就自然会被人欣赏 现今社会我们都会劝道清晰林要努力学习 以正当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发光发现 这个正正是瑜伽的理念 相反如果按有方道家的逻辑 有方认为一切都要顺应自然、回归自然 含富是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不应该被打破 道德经指出聖人之道为而不争 即是人要尽自己所有去帮助他人 为他人带来利处 而不要执着于和人竞争 而今天有方又很荒谬地跟我们说 因为清晰林有成绩的压力 所以不适合瑜伽 今天市民奉公守法都会有压力 那是不是不应该守法呢? 按再按有方这个逻辑 清晰林是不是不应该求职面市 因为竞争会令他人损失机会 又会令自己很大压力 因此我们是否应该要反而帮助他人 获得求职的机会呢? 但是在现今这个社会 竞争是在公平公正 合乎人意道德之下 为什么清晰林不可以靠自己努力去追求呢? 可以看到道家更加偏向的人 是不处事又如何适合形勢处事呢? 有方今天有质疑 其实现在社会千变万化 因此不可以循规道举 其实今天变题是指更适合而不是最适合 所以我方无需论证在任何情况下 现在都是最适合 要成为一个最好的哲学思想 反而要比较两者是更加适合 当随着社会的转变 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表达 就好像首考三年已经演变成素墓拜山 但目的同样都是表达对私人的思念和尊重 反而我们看到庄子在自己老婆死亡之后 竟然唱歌跳舞 目的就是表达自己不要究竟她 表达死亡只是自然的事 那我们是否要跟随这种思想呢? 多谢各位 接着去到隔风第二部 可以 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道家是没有一个准则给青石莲去跟 但是道家就是知道人心里面会有情绪有欲望 所以才会去鼓励人去减低欲望和比较心态 选择以非教化形式提倡自己的思想 避免越大力提倡某些观念就会越引起反效果 引发抵触 我们来比较一下娱乐 在这么大压力层负面的社会下 你跟我说我们很虚无 所以要一个具体的方法 像瑜伽那样规定不同范畴的规矩 让他们寻规度去看 令到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但是我们看看道家 道家叫我们纯从自己本心本意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是有更多幸福的选择的 不是像瑜伽那样叫你跟随他理想那一套 这样只会给不到一个很健康和快乐的情绪 所以秦少年是会得不尝失的 秦少年的特质就是敢于质言言方 超自权威和陈队突破 瑜伽所说的只为父亲 父母在不远游 是不是就是要秦少年跟随的道德开放呢 在现今这个多元的社会下 假设秦少年愿意跳出框框 到底如何 瑜伽又会说违背长辈意见就是不忠不孝 到底为什么指出长辈的不足就是不孝呢 相反 道家正正就是容许人探索不同 和尽效人爱和从善的方法 同时都提醒我们探索的时候要虽然为佳 为什么我们还要跟随瑜伽这套不合适的标准 就是所谓的有品德呢 第三装备自己 一直以来瑜伽提唱的三方五常就是强调等级差别 从属关系反对挑战权威 生活的社会好美好 但你没可能一方面强调光光神神灌火之之 另一方面你又要打破常规挑战全土 创造突破 瑜伽今天代表我们的就是 独家今天代表我们的就是迎合千变万发的世界心态 张智杰不要绝于用大个狐狸 装不到东西 他会质疑为什么一定要装东西呢 你可以当他为一个水埔在江海上放下浮沥 你看它那么适合适合 这些就是批判性思考创意思维 大学是最佳事例 最后想问一下有方同学 请你正面回答 统子多年因应一个时代特色 提倡一套人人都要遵守的标准和意义 去到今时今日 是否还应该僵化的遵守这个原得呢 多谢各位 接着轮到月光第二副面 请问听听不清楚? 清楚准备好,请问可以 可以 可以,再跟大家讲,来到义父这个位置 其实尤方匹略了很多如家真正的实际思想 其实我们看到时移逆转,如家思想到现在 由以前的首考三年到如家定时拜身 这些时间上的转变就代表着如家正在适应现代社会 而且我们再进一步去想想 其实哲学本身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什么?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所说的除了道人向善之外 如家其实还有多个层次就是全球化 现在青少年就如右方都知道作为未来发展的主角 我们其实更加应该进一步去探讨 如道对他们在全球化的发展下有什么参考的价值 但其实右方都知道青少年要认识 但是度家思想要求别人不要主动跟人竞争 我反复都说过,圣人之道,唯而不争 如此出世的想法,右方应对青少年认识的态度互相违背 右方是否不了解度家思想呢? 而现在的变题上,如家和西方不少的宗教治学 在全人类的福祉上都有着同样的想法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刘国鹏教授指出 若作为一种理想,将全球化视为人类一体化的要求 其实中西自古已有 如家例记纽运篇提出大同思想 如者往往以天下为念,不限于一邦一角 如者知天下意识也反映着人类向往一体化 而西方传统中都不发人类要一体的要求 如西方基督教都提出全天下一家 而德国之后加勒尔夫在18世纪又主张西方人 应该效法瑜伽的道德观和理性 甚至要求中国应该提显全道士去欧洲传授瑜伽 以特致世界大同 反观道家时至今以来有两种问题 第一,意形上的矛盾 道是一种不能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东西 但它出现了不同的书籍去解释道法 所以解释道是否解释道呢? 如果可以有代表什么呢?其实也很难有定律 因此柳尔芳很难去见证它比瑜伽更适合 普通点是心不可测,直接点是不切实际 第二,过于离地 青少年日常面对竞争追求目标与人相处等 愚道其实也叫人不要不择手段 但相比之下 道家提出的无违和自然偏向叫青少年放弃追求 随语而安,其实也是不切实际 相反如家并非建议大家不要追求 而是要坚守忠荣 所谓的忠荣不单是行为,更是心态 后期硬冤更是忠荣之造 提出了一句耳熟能长的名句 生死有命,富贵有天 意思就是追求不了,不需要埋怨,继续做好自己 看人而上,每日要反省 做不到第一,也不做最后 这种不是说排名 当然是在处事上 不刻求做第一名 但不容许自己不求上进 所以也只是有封未能明白瑜伽的道理 就连孔子这位瑜伽性人都选择周游列国 去不同地方了解世界的变化 其实与现今青少年去国外见识 眼界脱离舒适圈极为相似 从上发现其实道家老庄虽知晓世间有变化 但他选择人生达到一种秩序的首正督的极致平静的档态 因为没有需要了解或托闊眼光 因为一切都是自然的定律 那是不是叫青少年为了带极致平静而不理细事呢? 因此,瑜伽先是对于现今青少年而言为人处事的 谢谢各位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先由甲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员向月方台上提问 甲方无权指定回答者 月方可以自由派出便员回应 台下发问环节准备一分钟 回答一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后由月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员向甲方台上提问 花完时间同商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而两条台下发问可以由同一便员提出 请问商法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台下发问环节现在开始 请甲方才派出第一位便员作台下发问 NiceNice 请问听不听得清楚? 清楚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到请问可以 可以 评论评判有关同学 各位大家好 其实今天有关同学是很矛盾的 他们在开辩的时候跟我们说 不需要论证 瑜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适合青少年 但是在台上发问的时候 说我们不需要全盘地跟随他们的规条 他们一时就跟我们说要跟随瑜伽的道理 要有礼、靠、要反求诸己 但是有跟我们说的指挥 这些就不需要跟随的 那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才需要跟随呢? 什么时候不需要跟随呢? 如果跟随的话又要跟随才会好呢? 似乎今天一直没有一个清楚 说明标准的是有关同学 有关同学正好回应 多谢各位 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crowd 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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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准备时间结束,请月方派出一位便员答辩。 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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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是做错了之后 我们要教导这个父母 他不能再这样做 而这些规范在现在都是这样 但是 比如数学生命 现在演变成为 数目败心的这样的行为 但他们的同样都是对私人的 这种私恋和尊重 所以我们这些行为的概念 都是跟同样的一种 规范道理 比如我们的数学之导 我们的人而理智 多谢各位 现在请岳芳排出位 便宜作第一条台下答案 是米是米 请问听不听到 丁坐 请准备有情况可以 可以 丁 各位大家好 岳芳今天提出 当今社会瑜伽的学习态度 是成为青少年的读书压力 但等等先 现中的压力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就例如面试、竞赛、比赛等 而读书的压力更是源于求分数 如家推崇的 何不可以以 而并非说求分数 而是理解仁义提升品德 再来 有方说 到家叫人创新、追梦 但这个过程都有压力 明星都会担心自己表现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 如家有清晰的中容 作为参考 是否有方 当到家之下感到压力 需要放弃、回归到法自然 如何有利于青少年成长 而何会发展呢? 多谢各位 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明星到晚都会担心 一分钟准备时 是 丁 丁丁 準備時間結束 請甲方派出位便宜答便 可以 丁 主席 評判最後的位置 今天有方堂跟我們說 學不可以移不是說要令到清潛挺大壓力 但是今天有方堂 學不可以移就是什麼 是學習不可以停止 是我們學得有多大壓力多辛苦 多想死也好 我們要繼續讀書 這些是否強加更多的壓力 然後有方堂就說 我們追求自然的時候 我們追夢的時候 到家的時候都會有壓力 但是我們今天是順從自然 我們不會逼自己去努力 逼自己就已經是如如今那樣 可不可以移這些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只要順從本身去進步就可以了 還有有方又問我們是否要放棄 我們放棄的只是我們扭曲了本性 不適合自己的地方 我們繼續是會進步 適合自己的地方 我們順從自然 順從自己對的地方 適合的地方 就繼續做 還有今天有方堂 今天很奇怪的 跟我們說 現在也是有些守舊的規則 所以今天如今適應了社會 就不做了 其實今天不是如今適應了 而是人適應了這個社會 人發現原來如今守舊 所以人就 叮叮 想平止發言 現在請鴿方派出一位便員 後第二劈頭下發問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叮 主席 情報 句句句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分和我們做同學 說如今思想更貼地 是有七情六慾 但這就是我們正正想用 道家思想 去幫青少年過退的東西 當如今 去用他們那套標準 令學生壓力過大 今天道家就是想幫青少年 舒緩壓力 令他們有更好的成長 再進一步 道家比如今更加明白人 是有限制 有些事情做不到 我們不會跟他說 天行健君志 而自強不息 而是希望青少年適勝自然 那不是更貼地 更加適合青少年嗎? 謝謝各位 現在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在這裡 做得到 你的朋友 不再在這裡 找到 其實 有點像 ge歸 所以 你 明白嗎? 我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请月峰派出一位别人答辩 请问听,清不清楚? 清楚,准备好,请说可以 好,可以 其实有方同学刚一直跟大家说,学不可以以上不断地求分数,令自己压力爆煲 但问题就是有方同学忽视了我们今天我们学的是什么 是学人德的思想,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君子,而不是学分数如何提高 所以有方同学今天忽略了一个中庸之道 我们所说的中庸之道更加是说,你做不到不需要一定强求做第一,但不能够就这样放弃 相反是有方同学的思想说,做不到就不要紧了,你放弃吧,你不要读书就可以了 但这种想法对于现今的青少年来说,又是不是适合呢?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道家思想,除了他说我们要跳脱我们的思维 是不是好像庄子一样,他老婆写了之后就敲来响鼓 就跟我们现在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 这样叫青少年学习,又是不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呢? 谢谢各位 现在请月峰派出一位别人,作第二,月队下发文 我想请月峰听不听到? 听到,准备好声音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有一封今天非常纳断 一方面说道家思想劝人追梦 另一方面又说要无谓 一方面说清晰人要学习,另一方面又说不可以有压力 一方面说要向善,另一方面又说要顺应天性 一方面今天建立的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 非实际的社会,而处事认识本身就针对现实而言 所以请问有方,当今天道家叫人不要争 不要用工具破坏自然 有方请解释,人不努力,社会不用工具 青少年如何发展未来呢? 多谢各位 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世留兵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请教头拍起舞蓂影诈 band 叮叮 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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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ymi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靓与点栏目 认 insist明镜与点栏目 音乐按栏目 各位大家好,其實今天瑜伽並非要求每一個人都成為官員 而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有善良的道德 接近君子、成人,令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更快 而今天尤方所說的,瑜伽不限制創意 瑜伽反而限制創意,是論性不作 因為如果今天一個藝術家創作的作品是諷刺這個社會的博公現象 其實這不是一個人而之心的體現嗎? 尤方也承認了,瑜伽是沒有清晰的規範 瑜伽是黑色的地方做,怎麼為是黑色 尤方也承認,學習比清晰的人很大壓力 那是否不學習呢? 相反,現在是令我們明白認識所需要面對的一個一定面對的壓力 類似是舒適地去應對這些壓力,是履行他們的責任 而這些才是一個處世的道理 還有社會的需要,而到底是想清晰自願 放棄自己的夢想,他們將來不作為這個社會貢獻 即是在乎自己的逍遙之道 那麼這個社會為何會更加好,為何會更加幸福呢? 尤方今天是想被清晰的人認對這個社會 還是逃避這個社會的責任呢? 尤方是論證的,是不成立的 更何況尤方論證清晰的人是有足夠的能力 有足夠的能力是做到自然而不犯過錯 尤方也沒有跟我們解釋過 而今天尤方的問題是論證不公的 尤方尤方解釋,瑜伽在最好情況之下都是最下色 現在社會無論是瑜伽還是度假的行為區範 都已經有一部分是過了時 不過瑜伽孔子時候開始就已經有例子去傳聞 如何達成一個人來代人,譬如孔子會教導眼淵、黑激科你為人 而到了現今社會,這些理屬規範已經轉變了表達的形式 譬如在香港,學生看到老師要打招呼行李 信我同學問候老師和感謝老師教導 這些行為的轉變,正是代表了如今專施眾多的思想 令清晰的人明白要感謝他人對自己的付出 接著,我們再看看清晰的人要面對一個怎樣的社會 在為人主事的方面,清晰的人需要面對社會上不同的人 因此難免會遇到一些異見不合、性格衝突的人 而如今正正知識到我們會因憤怒、妒忌等程序而犯的過錯 並要求我們改正,達至中庸之道 但是在道家之想下,他希望我們可以不受情緒的控制 不過我方認為對清晰的人更重要的是一個不斷改正提升的過程 而不是一個模糊和難以達至的標準 可能妖方會覺得我們這樣太過於斷中取義 但其實雙方都是按照思想的核心去理解每一句說話 道家提出舉食欲之言而不加勸,舉食非之言而不加罪 意思即是指,被人稱讚、批評都不要感到開心或者罪錯 因為道家提出只要絕對不吹無的心境,才能感到道法自然 相反,如今清楚人是有七情六弱,所以有中庸之道的概念 被人稱讚、可以開心但不要自滿,被人批評要注入自己的不足,提升自己 兩者的層次是立分高下 其次,清晰的人將來跨過一個競爭機率的社會 無論是爭有大學、建功機會都需要面對不同的競爭 如今要求清晰的人措施與人良性競爭 要求自己有更加的品行、收養和能力去獲得機會 並指出,如果透過陷害他人的方式爭取的人會是一個錯誤的行為 但究竟根本都是幫助清晰人態度社會的認識之道 相反,道家思想是講求自然 過度的付出在追求無一樣東西是受了一個執念的控制 並非自然的體驗 最後,為何今天我方所說,現在到底區反對清晰人這麼重要? 清晰人要面對的是不斷轉變的社會 而現今社會的特點是什麼? 經濟快速發展,科技發達,網絡時代 而這些問題又代表什麼問題呢? 今天人犯罪、網絡欺凌、難用科技偷渡作別的情況下發生 因此我方今天不斷強調收心自覺平天下 就是希望清晰人能夠培養人、理、一致信 能夠明白自己是以天下為基因 上屬都鐵克現代社會對人道德行為的期望值得推強 而道家所追求的是一個極度理想的社會 道家是沒有聲吹說明怎樣去達致 永豐都說不出清晰人應該怎樣在避世的概念之下 經歷這麼少的情況之下 可以生活得更加美好 所以今天的辯提已經不成了 謝謝我 最後由隔方主便中義 可以 在這個越來越多人壓力爆補情緒實行的社會底下 有方同學今天就選擇反其道而行 因為現今青少年需要的 是一套受迫白規管的思想體系 幫成為壓倒落途的還有一根稻草 一個就是有方同學家的邏輯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 各位第一好 來到見面的位置 我們不如從當下未浪漫的一身三個角度去分析一下 餘道兩家怎樣更適合我們 首先我們不如從當下去看 現在我方和有方都是在香港成為一個小朋友 三歲起學寫字、學彈琴各大非洲古 然後就開始各式各樣的書 用分數去評寧你的價值 這些通關任務聽來都有血有類 這些可能就是有方家後中所說的 我們一定要跟隨的規程 而如果我們現在真的成功了 通知會說什麼? 通知會說你成功不夠的 你還要始終信、見言思齊 要不忠實之間毋人 你讀書不成呢? 他會說天章岗大任於私人也 你不得你都要繼續讀 你不能也,實方為也 但是如果這一套真是這麼好 你不時會有小朋友自殺 你不時會有人輪到大學 畢業後直去畢業正式給媽媽 你不時會有人輪到中年才來 後悔當初自己讀書 而放棄追夢呢? 從道家的角度去看 莊子老子都知道的 不會有一套規牌 即合所有人 每人都是獨特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跟隨我們的本性 發揮自己 選擇自己的出路 今天我方不是說 我們要跟隨有方義父業的音樂 我們要放棄自己的夢想 我們不是要放棄 而是要跟隨自己的目標 要跟隨自己的現場去做 而不是萬般皆下版 唯有讀書高 而不是像孔子那樣說 學而優則士 這些黑板的規條 已經不懂得在這個世代做 我們自然今發現些什麼? 原來學而優則商 學而優則柱 學而優則柱 學而優則駕巴士 其實你都可以很開心 你都可以過活到你的人生 然後在未來方面 其實我那天主一也多次說過 我們現今的社會是什麼的青人? 是創新 是會打破界限的青少人 現在優方有謀信就說 我們今天優家提出 優家培養到的是有三國五常的人 即是有中校署的人 今天我們道家完全沒有反應過這些 道家我們跟隨自己的本性 絕對不會培訓不到三國五常的人 但是優家 就只是提出三國五常的循規道舉 那麼這件事又如何培訓到批判性結果 創意之後呢? 再者優方就說 我們今天 無論正到怎樣 道家怎樣培訓到 有創意的人 論正在這裡 道家往往都是叫我們去思考何為有用 你高中文都會學的 無用之用 方為大用 道家的主張全都是叫我們跳出思想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待事物 如果你一直密守成規 只會跟隨前人留給你的腳步 那麼這群年輕人搶大之後 他們又如何可以在未來千年發派社會走著腳呢? 最後我們來看看人的一生 人的一生其實不可能一帆風順終會有失敗的時候 當你成功過都是不得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你身於亂世 可能真的因為有人給你更得天 道後天分給你更高 但是你又可以不呢? 這個時候現在會說要繼續努力 要自強不適 就是努力改變現實 其實這些情況很普遍 就好像是才華億日的古人 李白、蘇式、柳宗元都受到現在的影響 很希望得到人的賞識 等到他們不備重用 活活寡夫的時候 最後他們靠著什麼 才爬過這些將來 才爬到一個新的境界呢? 全部都是靠著道家的思想 你明白到有時候 真的不是自己努力 就可以改變一切 反而是要追求精神上的消耀自在 所以李白才可以說得出 永結無情人 雙琦與雲漢 蘇式才可以說得出 人生如夢 一尊紅賴干月 柳宗元才可以說得出 心形形式 靈 這種出世的思想 絕對不像柳宝今天和我所說 是不出世 是不消極的 這種思想是一點都不消極的 所以最後 我們今天 我們清算來需要的 是一個受到很多束縛的社會 是一個不受束縛 想做就做 自己選擇出路的社會 多謝各位 比賽告一段落 大家請稍等 提提評判 最佳辯論員是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 先選出三位表現 較佳的辯論 再分別給分數 最佳一位得三分 自佳得雲分 餘下一位得一分 現在進入評語環節 首先請周曼林老師 就雙方表現給予一些評語 聽到嗎 聽到 好 好 好多謝今天 雙方同學都很用心地準備 都呈現了一場很精彩的比賽 我甚至乎自己 因為剛才其實早上已經評了一場 我自己個人覺得這一場 其實交鋒位是好看過上一場的 是的 看完整場之後 我會覺得有一些位是大家 好像奧元都是沒有結論的 第一個位就是 首先道家究竟是說要跟隨本性而努力 就像格方所說的那樣 你選對了自己適合的東西 然後就去努力 還是還是好像月方所說的 完全躺平的了 放棄人生的了 無事規矩的了 想怎樣就怎樣 這個似乎是 咬了全場都好像大家說國話 還不是很有結論的一件事 甚至乎我會覺得如果推進一步去看 就像月方所說 你可以做到積極向上的 你可以在這個社會裏做到良性競爭 當然是一個很理想的狀況 但是有時在現今 尤其是香港這個社會裏面 正如兩邊和我都說到 這個讀書壓力是這麼大的時候 甚至乎你知道你面對很厲害的讀書壓力 出到來都可能是不斷做事 而形形的極地去做事 可能就是為了要買樓、供樓等等 甚至乎可能更加差的 要面對一些跨袋貧窮 甚至劏房戶等等的問題 當這些的問題這麼根深提固的時候 你肯去積極向上 肯去良性競爭 但是又有多少個是真的成功的呢? 如果見到社會上面那個成功的例子 寥寥可數 但是相反又越來越多 譬如說是自殺 甚至越來越多小朋友誤入歧途 這些例子的時候 那真的會令到其他的年青人 可能他們內心有一個想逃避 想躺平的一個想法 那可能都是一個人之常情 那如果反方 他想後來講到 有很多事情其實都有壓力 面試、求職、讀書 所有事情都很有壓力 那是不是這些事情 全部事情都不做呢? 這些說法我覺得 都是說一次都還OK的 但是如果是很強調的去到說這些位置 我會覺得有些太過無限上綱的感覺 那正方如果要應對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更加清楚些去解說 譬如你想說道家是需要你信應自然 信應本身的話 那為了避免越方去說到你的道家 是完全讀書、躺平、放棄人生那些 我覺得可以帶出來的那個位置就是 但是你去考慮完之後 如果你發現你自己的性格 或者你的興趣 真的適合讀書的 你可以照讀的 其實道家他沒有反對 沒有說不讓你讀書的 對不對? 但是你真的不適合 就可以去找其他出路 那講解出來的時候 可能會清楚些去反擊到對面那個 那個是好像有些想不要誣摸你們 說道家就是不讀書 那樣的一個位置 那甚至乎你真的想說到說 現在這個社會上面 是很追求一個的多元性 很希望小朋友可以按著自己的 那個興趣去做的話 那我覺得是可以給 多一點生活的例子出來的 因為這場其實兩邊都給了很多的一些 無論是很慢又好 裝置又好 很多不同的語例 那但是相對來說 如果我們要把它弄回來 應用回我們的生活裡面 可以給多一點生活例子的 譬如剛才去到頁邊 有聽到說說一個 你可能駕巴士都可以駕得很出色的 那甚至乎剛才上一場 我也有聽到過 你就算可能讀書 未必真的跟從大家的路考DSE 出來很高分 你可能是讀完中心之後 出來做奧運選手 那都可以好像張家朗甲 有很出色的成就 那我覺得舉多些這些例子的話 聽起來會更加容易入口 更加弄不到你自己的論點 那另外 曾經聽到過有一些概念 我覺得是挺有趣 但是我又會覺得好像 整場裡面 很興奮過一下 又沒有真是很深入的去到說 譬如說 岳芳一開始的時候 有少少一個說法是說 覺得道家就只是幫助到應勢 但是未必幫到處事 相反儒家就處事 應勢都做到 那其實這個會見到 你是將處事和應勢分開了兩件事來理解 這個我反而是會想聽深入一點的 就是如果你是真的想說到說 道家原來他在處事方面未必做得那麼好 那為什麼他做得不好 而這個位置儒家又做得好呢 那我覺得這個位置是有少少可惜的 就是如果可以再深入一點去到論述的話 可能會更加好 另外一個也是 就是這一場裡面曾經聽到的概念 就是說 是不是應該用工具來破壞自然 那個概念 其實某程度上 道家裡面都有 除了逍遙之外 另外一個很忠心的思想 都是說一個齊密 就是說人與人之間 人同自然之間 甚至人同動物之間 都是一個平等的概念 所以沒有說誰比誰大 那我覺得都可以在再考慮主線的時候 想一想 會不會都可以在這些位置上去發展你們的論點呢 譬如說現在這個社會 其實我們經常都會說一件事 就是男女上面的平等 甚至乎就是所有的生物都是生而平等 所以為什麼現在我們會越來越重視一些動物的權益 看到有人約待動物的時候 我們會這麼生氣 甚至乎都是越來越強要一個社會的持續發展 等等的概念 都是說不希望將自然的一些資源耗盡 其實很多時候見到這些都是隨著社會的變化 我們現在可能不再正正是想 我們是怎樣可以吃得飽穿得軟 我們會想更加多就是關於這些全球性的 甚至乎一些權益上的平等的問題 那會不會都可以由這些方面 用瑜伽或者道家的角度去想一下 哪方面提做得好些 適合我們年輕人怎樣去應對這個社會 就是現在的轉變呢 就是這樣 好,那今天就選了 我們先走了 謝謝周老師 接下來請麥小姐就雙方表現了一些評估 是,大家好 聽不聽得清楚我說話? 聽得清楚 OK,謝謝 我想我的評語主要是圍繞三個方面 剛剛那個評判說的我也很認同 可能是說例子,論點上面的推進和運用 或者本身可能雙方同學對於道家和瑜伽的思想的理解 因為其實我中文不好 以前都沒有很努力讀中文 那我就很遺憾地 我嘗試從一些可能在 比較有一個辯論的角度去說這件事 第一個層次的評語就是 我覺得這個其實沒有真的反映在分數上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去探索一下 就是其實會不會一條變題呢? 其實我們雙方都不需要做到全清 什麼叫全清呢? 就是說我覺得今天雙方 我之前評論一場 好像四間都是 就是大家都嘗試論證 在很大部分的情況下 就是瑜伽適合或者道家適合 但是我坦白這樣說 我覺得個人剛剛那個評判提及到一點 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就是其實處事應勢的定義究竟是什麼呢? 究竟是說生存 還是說我要成功 就是按一個主流的定義 究竟是什麼還是純粹是不要樹敵 究竟應勢處事是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其實有一種的演繹變題方法 就未必會說是在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都要怎樣怎樣 例如瑜伽就說要怎樣怎樣 道家就說要沒有規矩 其實會不會有時候是說起一些很關鍵的情況 會真的有一個矛盾 令到你真的需要一個正常人 你可能真的要接種一個意識的時候 其實你才去選擇呢?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現實世界有很多的情況 就是你有接受過正常的社交化 其實你都會有一個既定的做法 你不會特別的爭取 所以我坦白這樣說 例如說 那好像我的同學引用的例子 說什麼 道家 就說什麼一隻穿洞的盆 就裝不了水了 那麼 那 就是道家那邊 隔壁的同學就說 那就不要緊 要不要讓他浮在水裡 我覺得這些例子 有一點點 可能過分的哲學性 坦白這樣說 因為如果今天這條面談是在討論日常的生活的時候 其實 我覺得一個應該正常人 就是不要說青不青少年 你看到一個盆穿了洞 就用一個不穿洞的盆去裝水 就是我覺得這些情況 可能有一點點過分地 就是哲學化 對可能 至少我來說 當然可能不同評判都會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 有機會其實會不會是想 說在一些極端的情況 或者面對兩難的情況 我們要如何去處事 而不是說 平時要不要上學 要不要拿來讀書 就是這些情況 而第二個的評語 就是 我感覺今天兩場的同學 都可能有一點點混淆 就是 一件事的演繹或者表達的方法 對一件事的思維邏輯 他背後的 我個人認為 例如 我們有 Mindset A 其實可能 每個人對Mindset A的理解都不同 所以 他是有很多不同的演繹方法出來的 例如 你說 John子 他老婆死了之後 他就很開心地跳舞 如果就是表達 他是不會受 對於世俗規條的拒絕 OK 我也必須要說 就是有一點奇怪 無論怎樣想 有個人死了 你在那裡跳舞 但是其實有沒有想過 就是說 我們不一定需要去學他跳舞這個行為 但是我們可以只去學他背後的邏輯思維 就是 我明白 其中一個真論點就是 儒家那邊的同學 就不斷會說 現在的規條很清晰 但是我覺得 由一個辯論的角度去出發這一點 都是可以想的 而第三個評語就是 剛剛也有提到一點點的 就是這個處世定義的 處世影世的定義 就是究竟是說 只是我自己 還是我要成功 還是我要開心 還是我要都令父母開心 還是我要令社會開心 就是究竟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 大家都是可以值得探討的 希望這些評語可以幫到大家 謝謝雙方小姐 最後請朱家媛先生 為雙方表演了一些評語 好,辛苦雙方和我 這場比賽 的確雙方持風比較距離 和交鋒比較多 我講一講 其中一件我比較在意的事情 就是 夾越雙方其實都很傾向 全場都是用自己理解的角度 譬如杜嘉就全場都用自己理解的角度 去判斷儒家是什麼 反之而言 這件事沒有問題 但是 你沒有問題是在於 我不會因此而扣你分 但是若然你要想打贏他的話 你是否也要聽一聽 對面的儒家是怎樣 就是 若然在別人的儒家 譬如我以雅方為例 若然在對面儒家說的話 你們都依然找到 可以採取到 你不同意的那個位置的話 那會不會其實這樣 我容易給你高分 而不是大家都可以自說自話 而這個問題 對於粵方來講 它出來的負面效果是大一點的 因為其實我比粵方主線設計上面 是高分一點的 因為一開始你會 可以說得出國有可水之處 我們要提出核心價值 說得非常好聽 但是在連貫方面 就開始出事了 因為到後面你不停去挑別人 就是執取一些條文 例如剛才說的一個 非常入耳的一個例子 就是莊子死老婆跳舞 我相信你說這個 你只是為了印刷我 沒錯你印刷到 但問題是 你前面才說完叫別人不要 那麼生硬地搬當時的一些形勢 他真的說我不是真的要這樣做 但是後面你就說 那你是不是要跳舞 這個時候沒錯 你成功震撼到我 但震撼到我的地方 就是我想起 其實是否跟你們的一些觀念有錯 那麼在粵方在這個問題 即當出現了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不單止是流於表面地 就是我不聽別人說 或者我們大家說自己的那個範疇 而對於甲方來說 他出現這個問題 好 他思考的層面沒有那麼高 就是這麼簡單 對於他的判斷 但當於粵方出現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不單止會考慮你思考的層面沒有那麼高 我還會考慮你智商矛盾 和和主線衝突的這種情況 所以我覺得你們在 就是安排了一條 叫做打得舒服一點的主線 你就是想有些情況下 你可以承認對方的好處 那我覺得你就不需要打得這麼盡 那粵方在這一個站 就是你拿著這條主線 我覺得相對於你們開場的框架 你後面打得太盡 進到一個地步就是 我要對你趕盡殺絕 就不是你們想要的那種和平不同 那這個就是對於粵方主線 和後面開場策略的一些看法 那對於甲方來說 我會說 我會說 今天甲方在 開過框架的時候 開當下和未來 你真是很掙承到 辯題裡面對你來說 舒服一點的那些字眼 因為其實雙方對於現今 香港都不會說太多的現況 其實今天雙方是真的說 哪一種 其實今天雙方打的辯題是 青少年應該學習儒家 還是道家的思想 所以大家會考慮很多應用的方面 就是說 你學了會明白嗎 但是其實 我的思想方面 今天雙方會挑戰他 但是雙方作為一關青年人 他跟我說了一些 他對於道家的理解 那我是不是可以基本理解為 至少大家可以對道家有一種的理解 而不是真的完全沒有一種的說法呢 那我覺得雙方 pick up 這一方面 會把所謂推得太盡 去到後面會開始奇怪你們的雙方 但是對於雙方來說 對於雙方的這些挑戰 大部分的情況下 你都沒有很真實地去回答他們的問題 而是好像你作為青少年 你都很清楚道家是很緩的一件事 就會傾向不是啊 就避了一個問題 然後再跟大家說回 其實道家想做些什麼 但是其實 今天對於雙方的挑戰 其實你用回一樣的問題 問他 我覺得雙方也很難處理 例如 比較有印象的是 隔方進行第二條台下答辯的那時候 其實他應該是隔方的結辯說的 就是說 選擇是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 其實這些說法我都可以做一點 我覺得前面比較脫掉的這件事 就是 你對於順從本心的這件事 其實你本身是吃了別人的 你是有權利解釋 就是正如剛才所說的 我順從本心 那我想讀書就讀書 我都沒有不讓你讀書 而 這裡也說到說 又說要中容又是適可而知 其實你的中容到底是些什麼呢 人家教你道是些什麼 你就教你中容是些什麼 其實你要說的話 兩個都是一些古代的思想 我相信大家都是看文言文 都是看一壓漢 都不知能說什麼 那其實我相信大家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對儒家或者道家 有非常深的了解去確定 道家就是些什麼 哦 儒家就是些什麼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你不需要先天地覺得 我道家就是很難命的了 其實儒家都可以很難命 即是儒家有時候說 你要視父母幾間 有時候說要自為婦人 那究竟我應該怎麼做呢 那既然你一開始開的框架 就沒有打算和他很以和為貴地打的 那你就去挑戰一下那些條文 我覺得隔方在這一方面 就太過於防守和回避太多東西了 那我對於雙方的評價就是這樣 謝謝朱先生 今天的比賽結果已經在我手上 現在由我雙讀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隔方的結辯 葉俊謙同學 恭喜了 至於今天的賽果 隔方得票3 月方得票0 換句話說 今天勝出的是隔方播道書員 恭喜了 今場比賽道指結束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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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